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3-1 个中产党 今天就会讲一下 委内瑞拉的政变再政变事件 其实有关委内瑞拉的经济问题 已经有很多人说过 我觉得也没什么必要重复 大家都知道 就是原本在查韦斯年代 大搞很多社会福利 又和美国和欧洲 保持了一个相当冷淡的关系 但是去到马杜罗上台的时候 就因为油价的影响 再加上他们的经济 一直都太依赖能源 没什么可以发展得到 结果就造成超级通货膨胀 以百万计的人口 去逃离这个委内瑞拉 他走得掉 要走离这个委内瑞拉 当然那个环境就一定很差 去到现在最新的发展 就是这个委内瑞拉的反对派 就联合推举了一个 叫瓜尔多的新领袖 样子都挺年轻挺英俊 然后他就声称自己是处任的总统 就和马杜罗正式决裂了 当然通常支持的关系都不太好 好 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特别的地方就是 现在这个世界 起码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就分裂了两遍 美国就立刻承认了 这个瓜尔多的合法地位 至于我们说 英国法国和德国 他们就下了一个最后通牒 给马杜罗 就要求他要在指定的日子之内 就要举行大选 如果不是他们就会承认这个瓜尔多 南美也有很多国家都支持这个瓜尔多 除了墨西哥、玻利尔多 或者古巴这些很少的地方 而俄罗斯和中国就比较偏向马杜罗 也都很正常 因为他们有很多投资在委内瑞拉 但是这个情景有什么值得去说 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 我也看过萧生拍片 他就说 今次随时美国就会军事介入 随时会在委内瑞拉造成内战 我自己就觉得机会很微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真正跟马杜罗保持滚密关系 其实是俄罗斯 俄罗斯早一个月前 就已经派过几架军炸机 去委内瑞拉做军事访问 然后他现在又派了雇佣兵 去保护马杜罗 你看到如果跟特朗普相比 普京故及马杜罗的传重问题 肯定是被美国关心 推不推翻他 差很远 另外当然 还有一个角度 就是 其实委内瑞拉很值得去讨论 因为我们一直都觉得 一个残暴的政权 或一个独裁的政权 通常是因为什么原因去推翻 一是我们说民不聊生 第二是外国势力干预 现在所有条件都齐了 但委内瑞拉始终都没有被推翻 原因在哪里呢 我觉得就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 人们常常对残暴政权 误解了 残暴政权 最大的问题 通常都是事量 就是一个最强势的残暴政权 是很难被推翻的 但它不够强势 如果我说强势是否就是 1967年的时候 中国会不会被推翻 是 或者你现在 中国最惨的时候 一定是不会被推翻的时候 是 朝鲜最惨的时候 也是不会被推翻的 是 这个就是中国 中国政府最危险的时候 1989年 是 就是中国政府最危险 1989年 1989年不是开放的时候 这个就是当年的时候 已经是 这个是 Pokerville 已经写了个问题 为什么整个欧洲最有钱的人 是法国 最有钱的人 是法国 而且法国被推翻 法国会发生法国大革命 是 因为法国大革命 因为它开了三级会议 就是我自己解读 因为我心里会 你一退 你要拯开暴力阵压 那你就没事 但是整件事 但是当你如果理论上就是这么说 但是当你牵涉到现在 美国介入 就不同了 就是你 所以不示弱都不行 问题就是 美国是如何介入 就是当然大家都知道 如果美国的军队走进来 你俄司会大佬 那么远 你能看到顾庸兵 但是问题是 美国会不会这样做 就是说 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时候 都会觉得就是 你说不会好像敘利亚那样 但是如果美国出兵 大家是打仗的话 就有机会敘利亚 以下是合法 这个是 这个美国会不会很愿意 他的后院委内瑞拉 在南美洲北面的委内瑞拉 是会搞成一个好像伊拉克的状况 这个是美国会担心的 这个又可以拆开几个层面说 第一就是回应大师说 其实很多的独裁政权 都是在肆虐一刻被推翻 你想想想 其实 所谓肆虐当然很难说 但是 你现在看回 比如寿西斯古 比如 诺列加 比如 很多那些独裁政权 都是 他以为自己很强势 但是突然一刻 人家觉得你不再强势 就是一个骨骗 因为你没有老师没有照 因为你没有老师 如果朝鲜有一天 中国说我不照理了 是 朝鲜立即崩溃 这个问题是 但是中国这个朝鲜 你真的完全没有办法 你很生气他 你弄回他又不是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你老师没有了 当年的时候就是 寿西斯古就没有苏联的支持 诺列加就没有美国的支持 所以就会突然间 一直之间就会被推翻 没错 那现在马杜罗的问题 就是在于 究竟俄罗斯有多支持他 俄罗斯不会太支持 但是支持少少 至少俄罗斯 如果俄罗斯不支持他 而美国支持他 是很大事 而美国支持推翻他 会很大事 是很大事 因为大家那些人 那些人 是会很担心 为什么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案例 因为其实 我看回委内瑞拉的历史 2000年 就是我们说 查韦斯上台没多久 其实委内瑞拉 已经持续有人示威 他不是近几年 才觉得委内瑞拉的政权有问题 他很早已经有人不停示威 当然 你可以说早期油价比较高的时候 所以他们的经济比较好 民意反对没那么强 就可以继续融入 但不是的 你看回2000年 去到2019年 其实油价都很厉害 每次油价跌得很厉害 其实都是有人会出来示威 但是那个查韦斯不是马杜罗 但是即使马杜罗也好 现在你一样看到有很多示威 他影响有多大呢 都是一面 就是这么说 如果1989年的时候 中国是毛泽东执政 我希望都不会慢慢 都不会慢慢 因为那是邓小平 那个人去了那里 你那个人已经威势是差 我自己的看法是怎样呢 就是我们过往说的 为什么我觉得开始被推翻呢 第一件事说 就是很多地方 香港都是要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 去感化绝大多数的人 然后去推翻这个政权 我们之前都说过 喂 你委内税就是在推翻 说这一件事 喂 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集会 你知不知道去到2018年有多少次 是超过9000次 我以前都说香港是示威之都 现在你真的可以收获 不要这么说 你不要说我们 因为你 我一直都不同意 我一直都不同意 在这20年大家对政治的论述方式 我觉得他们是全部错的 所以才想写一本政治的书 我觉得现在那些人讲政治 讲的那些方式 那些做事的方式是全部错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们经常都说 人民 之前我们也有提及 人民去到一个生活 忍受不能的情况之下 他就会揭竿而起去推翻政府 然后你就发觉原来不是 他们会宁愿逃离这个国家 都不会愿意去推翻政府 现在首先讲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逃离两个国家的确是有效的 第二个国家就是 假如他不能够逃离国家才想这个问题 就是很争取逃离这个国家 跟来推翻政府 第二当然现在推翻政府 不同以前揭端起义 陈胜文学校 第三就是 现在是有几关窗 有那些什么 第三就是 其实 中国 我们看中国历史 很多情况之下 都说大规模的饿死 大规模的饿死 都不造反 是吧 就是突然我们见到中国很多造反 但都见到中国有时 有几千万人都没有造反 其实 如果我们肯度历史 都会发现一个常态 究竟造反 你是不是有一个trick up point 有没有一堆 现在在委内瑟拉 就已经有trick up point 但是他们最后就是没有造反 我看不到那些 又或者做反 就是不能够成功 其实很多 我们所谓成功推翻 都是后推翻 你问我 你现在油价跌得这么厉害 你现在市民的经济 已经完全崩溃了 就是你基本上 所有推翻政府的条件 都是存在 但是政府就是没有被推翻 其实就是 要有些人不停地打 要有些人肯不停地打 但是现在的人 其实你讲到最辛苦 就是你饿死 所以我想说 就是委内瑟拉 我有两个方向的解释 第一个就是 委内瑟拉 有很多人仍然觉得 未去到饿死的情况 就是他会觉得 我还可以拿到下去 还要 只要我现在吃完面包 就是现在我去香港 现在我去面包吃一下 你油价不出街 或者什么 然后上网 没所谓的 当然这个也是牵涉到 不同地区文化的问题 那你敘利就打了 所以你问我 为什么委内瑟拉 是不会有内战呢 因为委内瑟拉的人民 就是不是有一种勇武传统 勇武传统的意思就是 他们真的会打 在中东很多地方都会打 我觉得不是勇武传统 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 就是所有人都可以 那为什么敘利亚会打 委内瑟拉的人民打 因为敘利亚 其实你要回去 1970年的时候 应该是六年七年 卡达菲执政的时候 他在一个区域 他在一个区域 里比亚 里比亚 敘利亚他们全部都是用区域 就是用那个区域 所以大家写面 写面 写面的时候 你不是由头打到尾 不是什么 那里其实全部都是油长 土皇帝 那些都是等于 好像春秋战国 那些自己有很多独立王国 所以没有办法 但是委内瑟拉的状况不同 委内瑟拉的状况 其实那些已经官僚化了 官僚化了 就是香港 我可以说 那不是所有人一样 只不过是国家结构 人是一样的 但是国家结构有一个客观环境 我讲一个历史的故事 这个可能会比较长一点 当初的时候 我想你读历史 你知道王展去平坐 王朝皇平坐 那些人最初的时候 王朝皇平坐 他说多少 20万 30万 王朝皇要60万 那为什么 秦始皇他们全部 考虑不到 楚国要60万 要60万军队 结果就打过瓜 结果吊了全秦国一起 才灭到楚 而最后半变的都是楚国 第一个半变 楚衰三户王 秦必坐 为什么楚国会那么难搞 楚国最落后 就是这个落后 如果你要打楚国 你要每一个城 每一个向 你不可以 我攻占了原市 我就搞定了 大家的人投降 不会 所以他一定要逐个城打 而到最后 反叛也是 因为那些全部是狗犯之地 全部不是官僚化 就是齐国 秦国 那些是很官僚化的地方 那些没有官僚化的地方 很惡搞 敘利亞利比 那些全部都是 就是部落式国家 没错 其实就是楚国 就是这样 这个例子 我不是完全反对 因为我观察到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怎样在 在鬼内瑞拉的经济贫量崩溃的情况下 你马杜罗 仍然可以控制到这个国家 你想想 瓜伊多出来的时候 你军方还是支持他 到最后 我就觉得 我是同意一样的就是 你鬼内瑞拉的国家架构 因为实在太过 就是你说的 官僚化 官僚化也好 他不可以只需要控制很少部分的人 令到这些很少部分的人 成为既得利益者 然后就可以透过他们控制全部的国家 朝鲜也是 其实共产党也是 共产党之所以 就是相同做理 大哥 你们国民党控制村长 他割了村长 然后拿了这些帽子 最基本 就是控制了最基本的层次 你没办法 你没办法 共产党也是用这些招 所以有很多人说 当然很长一段时间 我已经知道 马道罗 其实以前的曹威斯 都是把很多的经济好处 优先分给那些 治安纪律部队或者军队的人 现在的委内瑞拉 一直有人抗议就是犯罪率很高 但永远犯罪率很高 因而产生的示威 是很有效率被镇压的 证明这些人 其实是会做事 只是为政权而做事 金正日 他就是先军政治 但是先军政治的时候 你还会牵涉到压迫越雷重 然后很难将人变回生产 那你还会做恶交 而他们都是 你的人转不到 但就算很难将这件事 重新变回生产 那就是要看有没有役务的背景 你可能是聚力或者利比亚 你便会打 因为你本身已经有一班人 他们已经说 我可以打 你跟我在后面就可以 那我跟在后面可能就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没有人要我走 那我就不会走 我宁愿走 这可能是拟内税 和其他地方最大的分别 最后再说多一点 就是你问我将来发指是怎样的 那些人就说 现在连基层的士兵都开始出不够粮 这当然是一个危机 因为问题就是 你就算控制一小处人都好 那小处人都是要 確保他们开饭 但是问题就是 究竟基层工那些士兵 或者那些纪律部队 他开不触饭的情况 是有多严重呢 我自己觉得应该是不太严重 因为如果是很严重 就已经有人立了队出来 所以道路上要保住农业 因为农业国家比较难做饭 因为最少大家饭吃 这是一个相差很远的地方 好 这一集就到这里